王一博小哥哥 也因为当初的选拔节目过程 中王一博小哥哥圈了很多粉丝 人气完全不输各位漂亮小姐姐 大家都被这个会跳舞的帅哥迷倒了 如今他们公司突然发了声明 让两位小姐姐身陷退团的无奈境地 也让王一博小哥哥处境尴尬 毕竟王一博小哥哥 还有一部正在拍摄的大剧是由腾讯支持的 而且也将在这个平台播放 现在因为两家公司之间的一些矛盾 让他处境艰难 实在有点让人心疼 而且王一博小哥哥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之一 他的戏份肯定不少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会不会让剧情又受到影响 相比较原主 这部电视剧已经做了很大改动 类似于镇魂的兄弟情 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就不做过多解释的 但是硬生生给女主 女二加了不少戏 但大致的情节还是保留的 网友 双男主缺一不可 肖战和一博都很棒 要是蓝忘机戏分删完了 那还看个删 其实蓝二的性格跟王一博差不多 都是比较高冷化很少的 所以我相信他会演得很好 网友 我以前觉得蓝忘机娱乐圈 没人能演得出来 所以王一博表演有点不开心 但是自从知道温情那个女演员之后 我现在的愿望 就是王一博守住蓝二哥哥 支持你 希望不要乐华 王一博因为退团风波 身向尴尬境地 网友希望蓝二哥哥依然如骨